大家好,我是三喵鞋,小尾巴上岗 最近乌克兰战局当中,乌克兰在南线的扎布罗热还是在稳步推进 而且频频的去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这不是前两天吗?乌克兰的无人艇又炸碎了俄国的一艘登陆舰 炸的地方不是塞瓦斯托波尔,也不是奥德萨 如果说这是乌克兰,这个我画过好多好多回 那么这是俄罗斯,这是比尔江斯克等等 那么它炸的地方大概是在俄罗斯的这些地方 就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港口当中 乌克兰的无人艇能够深入到那么远的距离 那么乌克兰的无人艇有这样远的操控距离 能够在航行个几百公里 这个技术上总是有办法的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了这种无人机空袭 而且这个击毁了莫斯科的这个相当于俄罗斯网信办的大楼 而且还这个不断不断的去加大这种空袭的这种频率 那么以后啊,这个莫斯科遭到空袭就将是常态了 这不是很多人说吗 这乌贼们,你怎么还不打到莫斯科呢 这不就已经打到莫斯科了呢 对不对 当然,面对此情此境有人就说了 这乌奈,这说好的保家卫国呢 你现在是在屠戮俄国的这种平民 你现在是在对俄国境内无辜的民众进行这种报复 这合适吗?我们来讲讲所谓的这种对等反击 这就是对等反击吗?其实完全是不对等的 好吧,这个俄罗斯每天每天都在发射这种巡航导弹 去炸乌克兰的余佑设施 说实话啊,我作为一个军忙,作为一个学渣 我是看不出来俄罗斯这么做有任何的这种战略目的 如果说去年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了以后 俄罗斯在屠夫将军末日将军斯洛维辛的领导下 他去发疫症去炸乌克兰的这种民用设施 希望让东将军逼迫乌克兰投降 那么这件事情落空之后 你就应该很明显的看到 战略上这件事情是不管用的呀 而俄罗斯你现在的库存还有多少的导弹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俄罗斯空袭 它的导弹发射的密度比去年是要降低了不少 去年的时候口径导弹 那跟不要钱似的 几十枚上百枚的打 现在可能这顶多也就是那么十枚左右 对不对 那再包括连告马脑都拿上来了 这可是一个舰对舰导弹 现在改成对地导弹 而且俄罗斯改了不少这种S300S400 这种防空导弹对地 那么你就更不要说他的这个什么金扎尔匕首被拦下来了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俄罗斯你这样做 乌克兰的这种抵抗意志并没有遭到摧毁 那至于说你说你打这个奥德萨的这种粮食仓库管用吗 你没有把这种粮食的这种出口的路径给堵掉 就俄罗斯在发布这种声明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运粮船还是抢乌克兰的这种港口了 有种你打他们呀 对不对 俄罗斯也没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 你说俄罗斯这样的空袭是干什么 只是在造成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种人道主义灾难我们就看的少吗 布查伊尔平 这些我就不用说了 你再比如说战争爆发之后 有多少次俄罗斯的导弹击动了复产医院 俄罗斯的导弹击动了超市的 当然讹杂孝子们会说 那个超市里面是有乌克兰的军火库 超市里面这种乌克兰的这种军火 它其实隐藏的好好的 它还是无难的 这种人去当肉盾 可是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军火库 如果有军火库整个就训练了 而不是这个超市 它被打的比较惨之后 有一些人伤亡 那可能整个伤亡的这种人数会多很多很多才对 对不对 你这没有办法去自圆其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对俄罗斯做了什么 对不对 那么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时候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 是远征恩格斯机场 去炸掉了俄罗斯的 那么两架战略轰炸机 请问这是军用目标 还是民用目标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然后你再比如说 俄罗斯这个在自己港口内部停泊的 这个大型登陆舰被乌克兰的无人艇给端了 那么这艘登陆舰是军用目标还是民用目标 还是您说您这个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句话 其实是句废话 然后这个登陆舰上有首长夫人在那边共度生销呢 那就当我没说吧 对不对 还是您说这个乌克兰空袭莫斯科的时候 打到的克里姆林宫 包括这个俄国版网信办大楼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政府目标 那么有没有大规模的针对民用目标 这样的一些袭击 有人说有啊 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曾经超低风 超低风突防 到这个库尔斯克附近端了油库 哎那油库只是油库而已 这个跟超市商店妇产医院这些东西 是有本质差别的 总之乌克兰军队的这种越境打击 这种跟俄罗斯来讲 完全就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对不对 有人总是说这乌克兰是没有权利 对俄罗斯越境进行打击的 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个云族存亡之际 那怎么样能够迅速的结束战争呢 有那么几条路 当然有的人说 你现在北约停止火火 马上就能结束战争 但是这样做只会助长俄罗斯的这种贪欲 而且等于说是对联合国宪章 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赤裸裸的打猎 从此之后 所有的这些小国都会拼着命的去发展核武器 因为感觉到自己完全不安全 对不对 那这样的结束战争的方式我们是可以不用讨论的 那么接下来乌克兰收复领土 而且是要收复1991年这样的领土 那如果这样的话尽可能快 对不对 当然西方对于这个提供F16战斗机这件事情 还是在推进的比较缓慢 这件事情很多人已经吐槽过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乌克兰已有的这种装备能怎么办呢 打击俄罗斯的腹地 然后让俄罗斯的这种士气 让俄罗斯的民心发生动摇 当然是结束战争 一个比较快 至少从常理上判断能够加速结束战争 这样的一种办法 那么你去打击俄罗斯后方的目标 你是让俄罗斯更同仇敌开了呢 还是让这个俄罗斯的更人心慌慌了呢 想想就可以知道 那有人说这种道义问题 还是那句话 乌克兰是否进行了克制 是否是只打击这种军事目标 跟俄罗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 这种屠杀乌克兰民众 你包括甚至有人截获过 一个俄罗斯士兵跟他妻子的通话 那个俄罗斯的妻子 可是让他的老公 在这个乌克兰战场强奸别的女人 好吧 这件事情真的是已经恶心 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这样的禽兽不如 这样的一些 然后乌克兰去打击一些俄罗斯的这种 比如说政府大楼打击俄罗斯的这个 在本国军港内停泊的本国军舰 在本国机场内停住的本国轰炸机 就这个样子可不可以啊 那至少从道义上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战争期间你讲究的 对不对 你来打我了 我肯定要报复回去 对不对 就连当时日本偷袭这路港 美国不也是派杜利特去炸东京了吗 对不对 当然二战的时候 这种头弹啊 这种精准度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可能他并没有能够做到这种啊 甄别民众跟军用目标这样的一些差别 但是你不能说你让乌克兰去被绑住手脚 说起来一开始西方盟国对乌克兰也是有要求 我们援助的装备不能拿来去打击俄罗斯本土啊 俄罗斯自由军团 也就是在库尔斯克附近作战的这支俄罗斯军团 一开始他们是用了美国汉马吉普 但是啊 美国提出抗议 不能拿我们的东西 俄罗斯本土哦 然后这个他们就换了BTR80这样的一种俄国的轮世车辆啊 但是俄国在乌克兰境内干的惨剧 干的禽兽部的事情越来越多 而且俄国现在已经不但是打乌克兰了 他要以粮食做筹码来威胁整个世界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一些打击 有问题吗 对不对 那这些打击更多了 其实只是一些骚扰性的 但是对世界打击极大的东西 而乌克兰整个军队的主攻方向 还会是在扎伯罗斯 将来我相信F16战斗机入场之后 一定也会在扎伯罗斯这个方向 如果能赶上这场战争的话 一定也会在扎伯罗斯这个方向 大量的打击俄国的S300S400的这种雷达 大量的打击这边的这种防空导弹阵地 至于空袭莫斯科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无人机来干比较好 不论乌克兰现在这边已经有了进步 一开始空袭莫斯科 或者空袭这些地方 用的是苏联时代遗留的图141这种无人机 现在乌克兰的进步在于 它现在换装了国产的无人机 而且是国产的无人艇 经过这趟战争之后 乌克兰可能这种无人载具 它的研发水平会大大的上一个台阶 可能没准能把某国的一些无人机厂家 能够拼下去 这个谁知道呢 行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那么还是希望乌克兰这样的反击越多越好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